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近日 据浙江工人报报道 一些地方和企业限制湖北籍员工复工 或者明确规定不录用湖北籍员工 甚至还出现患新冠肺炎的员工并遇后返回工作岗位 被用人单位解雇的案例 对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 社会法师主任郭林茂表示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地域不同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 各级人社部门还因依法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